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今天我们来做鱼香茄子 那主要的材料有鱼 诶 如果你有吃过鱼香茄子的话 你应该知道其实里面是没有鱼的 那为什么这道菜会叫做鱼香茄子呢 那个故事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四川有一户人家 他们就很喜欢吃鱼啊 每次煮鱼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姜啊 葱啊 蒜啊 还有醋来调味 那有一次这些配料就准备太多了 那老婆觉得很浪费啊 所以是第二天她就拿来炒其他的肉跟蔬菜了 然后她就觉得应该不会很好吃 那你知道她老公吃到就觉得 哇 好吃哦 然后还问她老婆你是怎样做出来的 这样从此以后呢 这样子的烹调风味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鱼香茄 好 故事讲完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啦 那其实刚刚那个茄子呢 我是先用油炒它一下 然后放了一点点水 所以现在关盖用小火焖它两三分钟 是为了让那个茄子的颜色更加鲜艳还有光泽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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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不能放过去 好啊 好啊 好的 用米卦 玉米卦 把撒isma放在棉子上 海魚 生意 白酸 将要有好夙的 那如果你有跟着做的话 记得拍一张你做了的菜的照片 然后放上去Instagram或者Facebook Hashtag我们slippy小视频 如果你有什么菜想要学的话 也可以在comment那边 让我们知道 如果我会做的话 我也可以分享啦 如果我不会做的话就 好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